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位传奇的人物 山本看著 关于这个山本看著啊 上来啊 咱就得先说道说道 此人呢 一生世纪非常的传奇 而且才能了得 上天入地啊 就没有他不会的 是传说中五天信玄 最为倚众的军师 然而关于他的记载呢 大多数是出自于一本书 名叫甲阳军舰 此书呢 是记载甲非五天家军法战略的书籍 但是对于史诗的描述啊 却非常的拉垮 被认为呢 是一部可信度极低的历史材料 只是作为古代军法研究 比较有价值 这里面呢 有大量关于山本看著的描写 可是除了它以外啊 没有任何一部史料出现过这个名字 再加上此书所描绘的山本看著呢 这个人能难太大 五天家要是没了他呢 就不可能这么强大 就到了这种地步了 所以有很多人说呀 这个甲阳军舰啊 是山本看著的儿子写的 看著的形象呢 在日本风靡一时之后 人们呢 也很快开始质疑 他存在的真实性 甚至一度认为 此人就是虚构的 然而在1969年 日本北海道串路市的一位居民 公布了他祖先传下来的文书 经过系统的鉴定 确认这是战国时期的书信 里面呢 就提到了一个人名 山本坚柱 这个坚跟坎 在日语中的发音是相同的 当时呢 日本人写汉字啊 经常写错啊 这个是常事 并且呢 其中提到山本坚柱 是五天信学的侧近亲信 而且啊 地位比较高 相当于高级顾问 有时候呢 还作为信玄的使者 替他传达命令 那么这位居民的祖先呢 是五天家的家臣士川氏 所以这份文书啊 被叫做士川文书 此文献一出 又燃起了人们 对于山本坚柱的研究 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考察和取证 证实山本坚柱和山本坚柱 两人的法号相同 都叫做盗鬼 而且呢 都是死于1561年第四次川中岛核战 一直到了近些年间 已经基本能够确认 山本坚柱 就是山本坚柱 啊 确有其人 然而呢 也只是确定有这个人 他的平生事迹啊 还是比较有争议的 包括出生年月和出生地啥的呀 都不能确定 所以呢 咱们以下使采取其中一种说法 并且把他的时间线啊 也重新捋一捋 山本坚柱生于1501年 出生地在日本三河国保范郡 父亲乃三河牛九宝城城主 木野成圣的家老 山本真姓 坚柱本名山本原柱 从小呢 长得就丑 皮肤有黑 个子很矮 当时的日本人呢 也就一名五左右 他比这个还矮 可能是因为其貌不扬 父亲自小啊 就不大喜欢他 反而是更看重原柱的一亩弟弟 山本成形 在原柱156岁的时候吧 也就是1516年左右 父亲的同僚大林真次 由于一直没有儿子 所以就把原柱要了过来 收为养子 好在日后继承家业 延续家名 于是呢 原柱便改名为大林勘柱 结果呢 好巧不晓了 勘柱过节之后 养父大林真次 竟然成功生下了嫡子 你说你早干嘛去了 这有了亲儿子 这干的呀 肯定就不值钱 勘柱在大林家继承人的身份 就被剥夺 亲爹也不疼 干爹也不要 勘柱一时间呢 也不知道去哪 于是呢 在他20岁左右 勘柱开始周游全国 足迹遍及几乎整个日本 成为浪人了 勘柱的这段浪人生活呢 时间不短 差不多得有个十几年 期间呢 他是历尽困苦 尝尽冷暖 也没个固定收入 时不时的呢 打个联工 给人当个保镖啥的 凑合着 但是啊 随着他游历的时间越来越长 去过的地方越来越多 勘柱的技能和剑士 越来越饱满 什么手艺他都会 你想什么铸成啊 军学啊 兵法 内政 谋略 凡是当时热门的技能 他都慢慢洗得 并且融会贯通 这便是所谓的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尤其是在兵法剑术上 据说勘柱啊 是京都流派 行流的大师 日后在武田家出世 勘柱的剑法 都是数一数二的 相传在勘柱游历途中 偶然碰上了一头野猪 这野猪啊 可不是咱们平常见的家主 特别的温和啊 就知道吃饭睡觉 野猪的攻击性啊 是很强的 而且杀伤力很大 勘柱呢 就跟这头野猪对上了 野猪一上来 就施展猪突猛进 勘柱这一看 必无可避 退无可退 于是啊 也拔出剑来 与野猪搏斗 最后勘柱成功将野猪击杀 但是呢 自己也瞎了一只眼 断了一条腿 因此这勘柱 才一直以独眼搏脚的形象出现 十几年的老人坐下来 勘柱已经三十大几 本事啊 也是学了一身 是时候找个好人家安顿下来了 总不能一辈子飘着吧 更何况呢 自己一身的本领 不拿来建功立业 岂不是埋没了 于是啊 他便回到老家三合 准备谋份差事 当时的三合呀 是属于金川家的势力范围 而且金川家也是家大业大 这勘柱啊便想着投身于金川 在1536年 35岁的勘柱 通过金川议员重臣 招比奈信志的引荐 准备跟议员会面 好能求得一官半职 这金川议员听说呀 此人能乃极大 是个西式人才 满心期待的等待勘柱的到来 可是跟勘柱这一见面 金川议员吓了一哆嗦 太丑了 漆黑的一个小矮子 只眼骗足 一蹶一拐的呀 就走了进来 到跟前来 议员再一打量 差点没死过去 只见这看住浑身上下都是伤疤 不光眼是瞎的 腿是瘸的 手指头啊 还不利索 活动不开 这应该呀 都是拜那头野猪所赐 议员心说呢 这不整一个一级残废吗 这成天见面谁说得了啊 你想啊 金川议员是特别钟情于京都贵族文化 他身边啊 都得是好看的 高雅的 再不济呢 你才能出众相貌平平也行 你整一个这个站他身边 他还吃得下饭吗 结果呢 这场会见也就持续了几分钟 金川议员啊 就把看住给打发了 后来这议员啊 一寻赏 也挺不合适的 也不能太以貌取人呢 但是呢 那天着实啊 是把自己吓一跳 要让自己啊 再见他 那是万万不能 于是呢 就拆人钱去打定 啊 你看住能耐大呀 毕竟是名声在外 只要是真有才能 还是可以考虑的 没两天 打听的人回来了 说主公啊 你从哪找了这么个玩意儿 四处都打听了 没听说过 有山本看住这个人物 他也没带过兵 也没打过仗 也没出示过其他大名 更没听说啊 有多的能耐 就是一个落魄的浪人 你这一看呢 就是这干事的人呢 没用心 当然呢 他说的也没错 看住确实啊 自打年轻 就游历全国 也没在任何地方落过脸 他打听不到呢 也算合情 金川议员这一听 那正好快拉倒吧 是吧 心里的一块石子 就放下了 于是呢 就把看住给晾那儿 这一晾就是七年 看住呢 也一直没找到 合适的主件 就在这个期间呢 假非武田家生变 武田信玄联合一帮家臣 把自己的老爹 武田信虎 给流放到了郡河 把他爹留在金川一园那儿 不让回去了 这段时间呢 信玄的家臣 板原信芳负责联络这事 就经常往来于金川和武田之间 他就听说呀 坊间有位高人存在 那就是长得磕正点 后来经过多方打探 板原信芳终于跟看住搭上线 两人呢 也可能见了见 聊了聊 板原信芳认为 此人不管是能耐还是长相 都不是凡人可比啊 于是呢 回到武田家 极力的向信玄推荐看住 说主公 此人绝对大才 就是这磨养太感人 你要是实在觉得眼睛受不了呢 以后跟他说话呀 您可以闭着眼 信玄说 我可没金川一元那么矫情 我这新主尚未正是用人之计 不管他多愁 只要是有能耐 都给我请来 就这样 在1543年 板原信芳带着信玄的朱印状 以500弹的俸禄将看住录用 这对于一位 没有任何剑术的浪人来说 绝对属于破格聘情 一般呢 给个一百弹就不错了 而且这板原信芳呢 还给看住安排上了马匹和卫兵 风风光光的将他迎到了贾飞 来到贾飞后 看住前往支柱旗馆面见信玄 两人一见面 信玄呢 表面毫无波澜 但是心里啊 也是吓了一哆嗦 心说此人长相果然名不虚传 好在呢 提前打好预防针了 因此啊两人相谈甚欢 信玄是积极赞叹 果然是大财啊 当即信玄便将看住的俸禄 提高到了一千代 并且将自己名字中的情字赐予看住 给他改名山本情信 当时五天信玄还叫五天情信 而且这个情字啊 是拜领了幕府将军足立一情的篇会 而看住呢 也是在心中认定 信玄是个可以为其效忠的人 因此啊 他很快就为信玄立下大功 在当年 信玄对信农展开进一步的攻略 看住一连拿下九座城池 算是对于信玄的回报 同时啊 也证明了自己的才能 信玄大喜 再将看住的俸禄提高到了一千五百单 有四五年 信玄在生活中遇到了一点小难题 原来啊 被五天家攻灭的信农邹访赖众 留有一个女儿 乃绝色美女 这两年呢 长大了 越来越标致 信玄每次见了呀 哈拉子都留一地 总想着啥时候把美人给娶了 然而家臣们呢 都极力反对 认为邹访被我们攻灭后啊 一直人心不稳 此女子啊 必是怀恨在心 现在娶她会涉及到信玄的性命安危 信玄呢 也不好坚持 你总不能落个好色的名声 让人家说自己要美人不要命啊 这多不好 看住呢 此时站出来说啊 主公 现在迎娶此女是最合适的 邹访拿下之后呢 人心一直不定 你娶了她 把她带回贾飞 与邹访家结成殷亲 首先会稳住人心 并且呢 你要告诉他们 等夫人生下儿子后 让他们母女回到邹访 以继承邹访室 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信玄一听这个好 先生果然见多识广 转天呢 就向贾臣宣布习讯 你看我是为了稳住领地 可不是为了跟美人睡觉啊 贾臣们呢 也无话可说 主公看来是铁了心了 都表示同意 果然呢 在他们成亲之后 便生下一子 此子就是日后 继承武田家的武田圣赖 随着时间一长呢 看住与信玄呢 越发的投机 毕竟呢 看住当真是博学多才 光他这些年 在外面游历的故事啊 都够说给信玄听的 更别说他一身的本领 信玄这边呢 正好百废待兴之际 恰好是需要看住 这样的高级顾问 有啥事不明白 问他准刑 据说武田家的当家 铁城流派 就是看住流 而且善于铁城的 武田四田王之一 马场信房 就是跟看住学的 铁城术 就连著名的分国法 甲州法度次第 传说啊 也是吸取了 看住大量的建议 除此之外呢 看住还经常 品评当事大名 诸如毛利云旧 大内一龙 金川一元等等 由于他阅历丰富 这些地方他都去过 所以呢 他的评价对于信玄来说 很有价值 而信玄对于看住啊 也是越来越倚重 相传武田家的南部宗秀 由于嫉妒看住 对他进行诽谤和污蔑 可能呢 觉得你一个新来的 竟然让主公如此敬重 心里不平衡 结果呢 信玄得知后 将南部宗秀流放 以至于他在颠沛流离中被饿死 由此可见 信玄对于看住的信赖 1550年 信玄出兵攻打 信农村上家的抵石城 此战虽然武田家兵力有绝对优势 但是啊 村上家守军 靠着抵石城显要的地形 硬是给武田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就在南简单分支时 村上家当主 村上一清 率领援军赶到 武田家被前后夹击 部队随时处于崩溃边缘 此时看住对信玄讲 主公 让我带领武士纪精锐 来牵制敌军 您看准时机 从中突围 说罢 点上人马 朝敌人奔去 只见看住 率领50名骑兵 在敌军中来回穿插 给对方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信玄看时机成熟 立即重整军事 率领部队成功突围 虽然损失惨重 但却保下了一条性命 回来之后 人们纷纷称赞看住 此举为破军见反 意思就是说 你击破了敌军的阵势 还能健健康康的回来 更是将看住 视为魔力之天的化身 这魔力之天 是佛教中的一位菩萨 相传他有隐身术 所以任何人都抓不到他 也伤不到他 因此在军中 有很多人崇拜 为了表彰看住的功绩 信玄将他的俸禄提高到四千难 并任命他为独青大将 1551年 勘筑出家 法号盗鬼 信玄曾经这样评价勘筑 说万人之眼如星 勘筑独眼如月 随着武天家攻略下 整个信农 月后的上山千姓 开始与信玄对立 两人多次会战于川中岛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 便是1561年的第四次 川中岛合战 当时千姓率领 一万三千人 驻扎在川中岛地区的七女山 伺机而动 而信玄呢 为了应对出兵两万 先是与茶旧山牵制 随后便进驻东部的海金城 此城正是由勘筑 为防备千姓进攻而修建 在城内 武天军进行了军役 很多家臣认为 应该仗着人数优势与对方正面决战 而面对月后之龙的气势 信玄有些犹豫 毕竟千姓可不是一般对手 此时看住进行了宪策 他建议让高板昌信 马场信房 两位大将率领一万两千别动队 夜袭弃女山 信玄亲自率领本部八千人 于川中岛中部八帆园部阵 待别动队将对方驱赶至此后 我方前后驾计 必是万无一失 此乃看住著名的捉木鸟战法 因为这个捉木鸟在捉虫的时候 通常会先敲击树干的背部 等虫子受到惊吓 从洞里跑出来 再一口吃掉 因此而得名 信玄认为此计可行 于是便命令众人一计行事 可是他们面对的可是号称军神的人物 千姓公大早上在山上观察敌情 发现对方有异变 可能数了数过躁发现树木部队 于是根据当时的形势立即就做出判断 武田军要夜袭 随即命令部队提亲下山直扑武田家本镇 当天夜里 千姓已经带领人马渡过了千曲川 来到了八帆园镇前 武田家别动队上山之后发现已经空无一人 只有小部残余在纠缠 当时就知道坏事了 于是甩开上山家的小部队赶紧往八帆园赶 此时已经是第二天佛晓时分 天将大悟几乎身手不见五指 千姓命部队在农牧之中向武田军本镇发起攻击 武田家的人由于天气原因无法进行有效侦查 因此等看见上山家部队的时候 人已经到眼前了 所以信玄此战是仓促应对 手忙脚乱 上山家气势正盛 越战越勇 武田家损失惨重 信玄的弟弟武田信凡和数位大将接连战死 看住见到自己的计策竟导致如此后果 内心极其自责 认为是自己害死了这么多人 于是在向信玄道别之后 率领身边13名骑兵 冒着必死的决心冲入敌阵 最终战至浑身是伤 被敌方逃取 享年60岁 看住战死不久 七女山的武田别动队终于赶到了战场 形成了对上山军的前后夹击 战势立马逆转 上山家的部队已经疲惫 再加上两面包饺子 损失也是非常惨重 最后择路撤退 看住的计策还是奏效了 只不过两边你死一半我死一半 打了个平手 山本看住此人 由于平生事迹无法确定 说法不一 所以咱们也没法做什么评价 个人认为 事迹过于传奇 甚至有些玄幻 又没有其他史料可以佐证 因此他的平生经历 就完全当个故事创作来看待就好 但是此人确实是有 这个能尽本确定 而且职位和地位也差不多 是信玄身边的人 类似于高级顾问这么个人物 最后要说的一点呢 是看住的义母弟弟山本成行 他后来归属于德传家康 山本家呢 一直也流传下来 到了近代 他们家出了一个养子 名叫山本五十六 就是炸山中岗那哥们儿 好的 今天的故事啊 咱们就说到这儿 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儿子